金元代工龙头台积电日前在法说会上 二度下修猜测 震惊外界和投资人 知名半导体分析师陆行之 透过个人社群软体发文 点名恩智浦 德宜是拉黑台积电全年营收指引的客户之一 陆行之在Flex发文指出 德宜公布第二季度 营收获利小幅高于市场预期 第三季度营收及获利指引持平 但不妙的是 德宜第二季度库存月数达6.9个月 续创新高 计增6% 年增66% 资本开支强度年增3倍到32% 陆行之直言 华尔街分析师及电源管理晶片 同一产业链 看到德宜这个数字应该乐观不起来 他认为恩智浦和德宜应该都算拉黑 台积电全年营收指引的客户之一 综合外媒报道 德宜第二季营收年减13.1% 预计第三季营收在43.6亿美元 至47.4亿美元之间 这一区间的中间值 低于分析师平均预期的45.9亿美元 至于恩智浦 第二季营收则为33亿美元 略低于去年同期的33.1亿美元 经历着年减3%来到6.98亿美元